台風偉心特集港,距離至今已超過一個星期 香港航空的航班服務仍未能夠回復正常 星期日在機場所見,港航的櫃台早上 然有超過200名旅客輪候辦理登機手續 人龍一度由櫃台伸延至機場鐵路的後車月台附近 有乘客不滿港航的安排 搞不定就搞不定 如果有9小時,國泰駛都找到架飛機過來 即是開啟一點,就不要說你知道 我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例如我都知道失去了 我要幾個小時才可以得起床 那你說快告訴別人,別人的時間有準備 例如你經常叫人等,好像有冬鐵一樣 除了乘客生氣之外,港航前線員工不眠不休 連續工作長達50小時,仍然收不到工 據悉,有員工透過電郵號召同事 在星期一和星期二集體請病假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